蔡姓男子被網友戲稱牛排哥 行徑超囂張 自行到案說明 還在臉書打卡 完全不知悔改 以隨機的方式 對不特定人為恐嚇 那將來也有可能再這樣子做 所以我們認為是有反復實施 同意犯罪之餘 所以向法院申請駕壓 他囂張行為三連發 最近的一次是9月25號 在醫院他看到一台 围停在殘障車格的轎車 心聲不滿直接動手 拿尖銳物刺破輪胎 事後還大言不慘 認為自己並沒有錯 之所以被封為雲林牛排哥 是因為9月19號 蔡姓男子到虎尾牛排店用餐 疑似被牛排的油漬 件到衣服 立刻起身破口大罵 要求店家賠償洗衣費 員工連忙道歉 沒想到男子氣沒消 竟然拿起桌上餐盤 就往地上丟 跟他兒子說你不要吃了 你也把你的鐵板面往這邊丟 之後不滿自己的行為被PO網 男子氣的回店裡叫囂 再摔碗盤 蔡姓男子連續兩個月 發生三起囂張行徑 還炫耀似的在臉書連續PO文 留言說要單挑偵查隊 連網友都看不下去 最後檢察官 以反覆恐嚇之餘 申請羈押獲准遭到收押 記者亮文斌 龚玉德 謝雲珍 雲林報導 編 爬 爬